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我打开了潜入的动作游戏《杀手2》 两个小时后 虽然完美地完成了数个任务 但却头晕脑胀反胃恶心了一整天 直到第二天才有所耗轮 当然 这不是我第一次出现如此症状 相信有不少玩家与我一样有着如此的困扰 一玩某些3D游戏的时候 就会头晕脑胀犯恶心 那么这种3D游戏眩晕症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晕动症是如何被发现的 晕车、晕船等现象在人类生活中语见不鲜 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有文献记载 当时人们乘坐木筏时 都会出现一些头晕与不适的现象 因此即使我们称晕动症 是伴随着木筏的发明而出现的 也并不被握 这里我们还需要了解另一个词 视觉晕动症 视觉晕动症是指人类的身体保持不动 但眼睛看到了移动的景物 从而产生了头晕目线的症状 而其中最常见的 莫过于人们在玩3D游戏时 由于镜头的剧烈晃动而产生的运动症 与普通运动症唯一不同的是 视觉运动症患者并不会有任何向为移动 比如随着车移动 而是保持了绝对的静止 但无论人类有无相对位移 其运动症产生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事实上能让运动症产生的原因只有一种 即人体身体与视觉接纳的运动不统一 各种运动症产生的情况区别只是程度上的轻重吧 比如晕车自己待在车里几乎是相对不动的 但窗外的世界呼啸而过 速度的对比让身体与视觉产生了运动不统一 造就了运动症 这也是为什么看窗外远一点的景色会减轻晕车症 因为远方的物体相对移动的较慢 并且不会伴随车辆的颠簸而剧烈动动 又比如晕船 人是从平稳的陆地去到了颠簸的海上 习惯平稳的身体突然遭到了晃动的视觉 因此产生了运动症 但如果长期待在海上随着时间流逝 身体也就逐渐适应了晃动 其运动症就会逐渐好转 可是如果身体已经适应了晃动 再次回到平稳的陆地时 平稳的视觉与习惯晃动的身体产生的矛盾 也会让人产生一到两天的运动症 玩家在玩3D游戏之时 人的脑袋是处于绝对静止的状态 但屏幕中却有着仰视、俯视、左右晃动的镜头 也让大脑感受到了身体与视觉运动的不统一 因而就造成了视觉运动症的产生 在玩《杀手2》之前 我花了两周时间玩了79个小时《古剑奇谈3》 《古剑奇谈3》是一款国产3D动作游戏 屏幕和视角的晃动依旧非常严重 但本人却从未产生任何运动症争状 原则上来说 运动症比较针对人类的体质 体质差的人容易晕车晕船晕3D 而体质强的人并不会产生如此症状 而作为一个晕车晕船样样精通的人 我个人的体质一定属于较差的类型 但为何在玩《古剑奇谈3》时并不会选晕 那就得从头说起 回想第一次晕3D游戏是在2000年 那时候玩的游戏叫《雷神之吹3》 在那样的年代 3D游戏建模技术非常落后 放在现代来讲可谓是五毛特效 但是在2000年 当时人类的大脑并未接触过更高画质的3D游戏 使得《雷神之吹3》的3D模型对人类而言 完全属于与现实世界非常接近的效果 因此在玩游戏之时它会增加玩家更多的代入感 使其大脑将虚拟与现实结合了起来 从而产生了身体与视觉的不统一 进而出现了视觉运动症 但如果放在今天 再玩《雷神之吹3》就不会出现视觉运动症 究其原因是因为它落后的3D效果 大脑会不断告诉我们 这效果太差了 不足以产生任何代入感 于是游戏在视觉上的晃动 并不会让大脑认为是身体上的晃动 也就不会产生视觉运动症 而《古剑七弹3》的3D建模虽然精美 但成不上真实 同级别的效果早已死空见惯 而无论是游戏人物还是建筑风格 《古剑七弹3》都偏向于动漫风格 至于游戏剧情 也是古风奇幻类剧情 远离了现实 因此对身体的影响力是特别小的 但类似《杀手2》的欧美游戏向来已真实坚长 加上游戏剧情也是在现代社会中发生 场景非常贴合现实 这类游戏一旦画面特效全开 和真实世界相当接近 所以《杀手2》与《古剑七弹3》 两种游戏对同一个玩家大脑所产生的影响 也是截然不同的 而第一人成视角的游戏 也比第三人成的游戏 更能增加游戏的代入 比如《使命召唤》系列游戏 它不仅画质优秀 而且镜头转动的频率非常高 因此更具备让玩家头晕目眩的实力 而凌驾在第一人成游戏之上 最能让人产生视觉运动症的佼佼者 那必然是VR游戏 不仅是因为它需要玩家全身心投入其中 享受720度全方位的沉浸感 更因为以目前的技术而言 它们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些延迟与卡顿 而一旦游戏画面与身体的动作 出现超过20毫秒的延迟与停顿 人体就会立马产生不适应感 进而出现视觉运动症 再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的朋友是一名室内设计软件培训讲师 他教学的内容有一款软件叫做草图大师 对于经常玩游戏的学生来说 草图大师并不会使他们产生任何视觉运动症 反之从未接触过电脑的学生 很大一批人都会在学草图时反应 软件使他们头晕目眩 而他们产生视觉运动症的原因 与我当年玩雷神支吹三时 产生的视觉运动症的原因是一模一样 因为大脑是头一次接触3D模型 于是觉得效果非常逼真 从而引起大脑的各种应急反应 而酷爱玩3D游戏的学生 由于早就介绍过 比草图大师逼真100倍的游戏画面 以此草图大师的五毛特效 根本无法欺骗到他们的大脑 更别说产生视觉运动症了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3D游戏中画面越逼真 则对人产生视觉运动症的力度 与几率就越大 那么问题就来了 云3D的玩家这辈子就玩不了3D游戏 注定要与那些经典大作失之交臂了吗 当然不可以 在了解了视觉运动症的原因与现象之后 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方法 避免或减轻视觉运动症的症状 1. 云车药 在第一部分我们提到 视觉运动症属于运动症的一种 它的产生原理与晕车晕船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对晕车有效的晕车药 自然就会对视觉运动症非常有效果 但晕车药主要的运动机制 是抑制人类的中驱兴奋 缓解消化道金轮 这样的功效不仅来得慢 而且还会有嗜睡与口干等严重的副作用 嗜药三分多一定要谨慎使用 2. 力图不那么真实 在分析视觉运动症的过程中我们知道 越逼真的游戏就越能让人产生视觉运动症 因此我们只需要反其道而行止 让游戏不那么逼真就可以了 理论上我们只需要做到这两点 就可以完美避免视觉运动症的产生 1. 提高硬件配置 以免游戏出现掉真的现象 2. 降低游戏画质 使其不再逼真 当画面运行流畅 我们的大脑就不会产生 视觉与身体感官不一致的错觉 当画质降低 大脑也会暗示自己 游戏画面太假 不值得身体出现反应 当然 针对第三人称的游戏 有个更好的办法就是 直接让整个游戏的视野扩大 不再模拟人类正常视野范围 比如上《五圈周五》 虽然在当年问世之时 游戏画面相当逼真 但游戏可以自由松放画面 所以玩上三天三夜 也不会出现任何反应 而杀手2 唯一的缺点就是在于 视角范围相当固定 而且是模拟人类正常的视野 因此对人脑的影响 比较接近第一人称游戏的级别 三 科学解晕 无论晕车晕船还是视觉运动症 实质上都是人类的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 受到了运动变化的刺激 用白话文来讲 就是前文所提到的 人的身体与人的视觉产生了运动不统一 然后人的前庭器官 会自发的产生过量的生物垫 并且影响神经中枢 从而让人产生头晕恶心等症状 而柑橘类果皮 生姜以及可乐 这三类食品 多少都可以避免视觉运动症 柑橘类的果皮所散发的气味咒 含有可以安神的物质 而且还有去异味的功能 令人神清气爽 姜的作用也是类似 它含有刺激的气味 能起到吸收胃酸 防止呕吐的作用 可乐属于碳酸饮料 不仅可以调整胃酸分泌 更可以舒缓神经中枢 最重要的 喝了可乐后会打嗝 将胃部产生的胃酸肺气 给顺理呼出 令人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视觉运动症并不是人人都有 它和个人的遗传基因 体质 环境 心理状态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各位在玩游戏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房间内有良好的通风 合适的光线 自己离屏幕要有适当的距离 而且不要太长时间 连续游玩画面过于逼真的游戏 最后就是一定要多多增强体质 提高自身潜停器官的摄影能力 提前锻炼好身体 预防视觉运动症 准备迎接次时代的游戏大作吧 传播游戏文化共产第九艺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不妨送上三连 并关注我们碎碎眼工坊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